在宋代初期的时候,岛门中出了一位被尊为老祖的人。 老祖是道教徒对祖师的尊称,在道教的历史上能够获得此美称者,须之可数。 这位老祖就是字号扶瑶子的臣团。 臣团自图南,字号扶瑶子。 宋太宗此号西义先生称其为十一代高人,出生于唐朝末年。 有关他的籍贯、家世乃至于生族的时间都没有一个定论。 宋史说他是豪州真远人,也有说他是河南路一人,还有说他是浦州重勘人,就是现在的四川安月县。 在一些关于他的神话故事中可以看出,臣团出身贫寒可能是个气儿, 所以也就难怪连准确的出生时间和地点都说不清。 臣团生而不能言,直到四五岁时才会说话,并且聪明过人。 少年时便开始攻读京师百家之书。 和所有的古代读书人一样,臣团也想通过科考踏入仕途, 但是却在后唐长兴二年的科考中名落孙山。 经过这次的落榜之后,臣团一下就清醒了。 认为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,只不过是足以记性命而已,于是决心弃家修道,浪迹天涯。 在山水间游历时,臣团遇到了高氏孙军坊和张皮处事。 一连七天,谈论周易和老庄之道,十分投机。 后经两人指点来到湖北武当山修道。 在他七十余岁时,西去华山隐居,广交道友。 随着臣团的名气越来越大,也引起了当时朝廷的注意。 周始宗柴荣就派人将臣团请至宫中,向他询问黄白炼养之术。 臣团从容达到,陛下为四海之主,当以正治为念,奈何留意于黄白之士乎? 周始宗柴荣死后,赵匡印发动陈巧兵变,取而代之。 是为宋太祖,赵匡印当皇帝,似乎是在臣团的预料之中。 有关这方面的传说很多,说赵匡印长大之后, 臣团由长安与其弟赵匡义好友赵浦相遇。 臣团十分高兴,相邀九四畅饮。 赵浦无意中,坐在了上座,臣团不客气地说, 你乃紫微地缘,依小星,怎能居主座。 据华曼路等史记称,臣团与宋太祖,太宗的关系很不一般。 宋太祖赵匡印为巩固自己的地位,采取的杯酒士兵权, 可能就是臣团的主意。 宋太宗赵匡印继位后,也多次请臣团入朝, 并派宰相宋齐,向其请教养生之术。 臣团则达道,我是山野之人,没有方术可传。 臣团虽自称山野之人,但实际上,在治国安邦上有卓越的见解。 在张璐的《太化西一志》中记载, 先生入朝坚持缓山,宋太宗恳求济世安民之术。 先生所执笔,书写四字,远、近、轻、重。 远者远昭贤士,近者近去宁臣, 轻者轻富万民,重者重赏三军。 太宗对其很钦佩,特此号西一先生。 对于臣团来说,他主要的名声并不是在官场政治方面, 而是一位高道。 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以学、老学和内丹学这三个方面。 在内丹修炼上,他成就了著名的税工, 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税仙。 在常人看来,臣团似乎一心贪税, 是个整天昏税的懒道士。 但是臣团的税是一种高明的修炼, 道家内丹的一种功法。 臣团经常闭门独卧,几十天到百余日不起。 这种税法,世间很多的试税之人是很难做到的。 对于臣团的税,吕洞冰一语道破天机。 臣团的试税是一种高深的内丹修炼功夫, 名为胎息。 道书养真经中有, 只有一息腹中旋转, 不出不入,名曰胎息。 宝仆子中有, 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呼吸, 如人有胞胎之中。 道家认为修炼内丹者, 当达到高深境界时, 呼吸异常微弱, 在口鼻中出入得气已无感觉。 仅在丹田内有极其微弱的起伏。 此时丹田内已结胎, 或者叫内丹, 后天之口鼻呼吸已停止, 气息仅靠丹田内的微弱起伏维持, 类似于胎儿在母体内的期待呼吸。 臣团修炼的胎息法, 说是由神龙所传授, 这些自然是神话传说, 但是龙其实是蛇的变异, 蛇有冬眠的习性。 或许有一些道士, 就是从蛇的冬眠中得到了某些启发, 而发明了胎息法的睡宫。 其实, 无论臣团的睡宫被人们说得多么高深, 多么神妙。 除了胎息功法的难度很高之外, 最关键, 也是最难做到的, 还是要有一颗睡心。 世俗之人, 整天沉溺于名利声色之中, 没有一颗清净踏实, 怎能睡得安稳。 所以, 不解决迷恋名利声色的问题, 是无法修炼睡宫的。 臣团之睡, 是其高明的修炼方法, 超然的处世哲学, 和完善自我价值的真实写照。 作为一代高师的臣团, 睡得悠然, 睡得安稳, 也睡得清醒。 在远大政治暴富, 无法实现的情况下, 他在修炼睡宫的同时, 也在一心研究医学, 并取得了很高成就。 臣团比契福禄小数, 而深究一里像树, 创立先天医学, 开创了宋明以来, 医学研究的规模与传统, 成为宋代医学的开山鼻祖。 臣团曾经写过一篇龙图许, 认为龙图的像树, 是一连串有次序的排列组合, 是天意对圣人的启示, 是沟通天人的桥梁。 天意以龙马富图, 启示圣人, 圣人以龙图像树, 探求天意。 臣团还发现河图九宫, 十五排列的秘密, 图的九宫纵横随意数之, 皆为十五。 至于太极先天图, 其中的秘诀只在道教内一部分人中流传, 直到臣团将其在华山乐石刻图传给后人, 其中真正的意义才逐渐明明, 臣团依先天图而作出的无极图, 图中共有五圈, 自下而上逆则承担。 实际上就是一张内丹修炼的程序图, 共分为德俏、炼己、 和和、 德药、 妥胎五大阶段。 通过此番逆修, 遏制了人类生命自然走向尽头, 从而回归到自然之时, 退老而应动如神人。 到了后来, 臣团的无极图几经辗转, 到了宋代理学大师周敦仪的手中, 他又将由下而上的承担之法, 改为由上而下的宇宙万物化生之日, 太极图为理学的形成, 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, 又相当完备的宇宙起源学说。 臣团是把无极作为哲学最高范畴的第一人, 并和太极并列使用来说明宇宙的本源。 他的学说直接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形成, 也是道士中少有的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。